所以 我觉得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每一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总是来麻烦你 本来心情不好 但是和你聊完以后 我的心情真的就好很多了 证定哥 谢谢你 姜妹 别这样 陈证定 陈证 韩冲 你小子果然脚踏两条船 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脚踏两条船 没关系 从现在开始 我也要认真地追求忍动 韩冲 韩冲 证定哥 我还有话要跟你讲呢 不行 我现在必须要跟韩冲解释 你先回去吧 韩冲 证定哥 证定哥 你这家伙 你干什么 这是谁啊 谁 住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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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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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 韩初 别追了 怎么样 没事吧 被打了几下 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就被打惨了 我追你 只是想跟你说清楚 没想到你被人袭击 对了 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 除了房城 应该没有别人 算了 不提了 你追我干吗 我是要郑重地告诉你 我今天安慰强威 是因为强威被她爹骂了 她没有地方可以说 所以只好来找我 但是请你别误会 我臣正定 绝对没有脚踏两只船 从你的眼神里面 我能看得出来 你对任冬非常专情啊 是的 那请问你从我的眼神中 能否看出来 我对任冬也很专情啊 我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任冬 可是 别可是了 陈正定 我告诉你 我前面说的话算数 从今天 从这一刻开始 我要非常认真的追求任冬 好啊 就算你追求任冬 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好 那咱俩来给君子约定 好 不使因 不使诈 咱们公平竞争 一言为定 对了 你有没有查到杀害王叔叔的凶手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其实案发那天下午 我碰到了房叔 什么 他正好开车从我面前进过 你看到房成 那这么说 房成不在场的证明就不攻自破了 而且很有可能是凶手 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呀 我怎么说啊 我只是看见他 我又没有人证 又没有物证 万一他说我是因为离职怀恨在心 那我更加说不清楚啊 你说的有道理 如果真的是房成所为 那案发的第一现场 会不会在这药厂里 郑弟你说的很有道理 很有可能 韩冲 这件事情 先别告诉任栋 我怕他担心我的安危 担心你的安危 大哥 他也会担心我的安危好吧 好了 这种事情你还要计较 担心我们两个的安危总可以了吧 这还差不多 那我们好好想一想 高老板 你要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 你非要用韩冲是吧 那行啊 咱俩的生意也别做了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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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已经抓到那小子打一顿了 没想到来了个人 把他给救了 你们 行了 你们俩先下去吧 让我想想 是 走 走 韩冲这小子 非除掉的不可 刚才和古风 在帮老太太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老太太的脉象越来越好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 老太太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 不愿开口 也不愿睁开眼睛 再想办法吧 总得活动活动筋骨 再这么下去啊 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那不是强威吗 这个时间 他应该去上鹤啊 他在这儿干什么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回事 好好地上这课 你又告诉我 你心慌不想读书了 到底怎么了 书读不下去了吗 怎么好端端地读不下去了呢 千尉 你现在必须得好好地念书 认真地做功课 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让我念书念书念书 可是我现在明明就在读 我自己不喜欢的书 你让我怎么也有兴趣读下去吗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现在 又不想读中医大学了 我本身就不喜欢 本身就没兴趣 我怎么读得先读